真巧开悟之后,就可发觉宇宙间森罗万象皆是杂而有序,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,也都有一定的法则。 个天地人是万物的真主宰,就是道。道乃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存在,不曰天天大道。道者理也,理就是真理。 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,道即已存在。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。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,道不会毁灭。道因为无取无来,不生不灭,乃代表着宇宙间更补不变的。